八路军第一时,走出一个元帅,一个大将,八个上将。 在我国所有师级部队中,120时简直是被玉皇大帝点了名一般,因为这个是除了出过十大元帅之一贺龙之外,还有许多获得较高军衔的,就比如大将军衔和上将军衔等等,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,120时获得元帅军衔的卫义人,获得大将军衔的卫义人,但是获得上将军衔的竟高达八人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备受与相应军衔的,加起来的简直可以写成一部历史人物成长式的。 首先,是获得元帅军衔的师长贺龙,贺龙元帅作战神勇,一度成为日军的致命克星,贺龙用兵总能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,使得敌军原本满满的胜算化为乌有。 也正是因为贺龙战功表柄,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中央一致决定授予贺龙元帅军衔,其次,是获得大将军衔的许光达,且放大西北时,许光达担任该地区野战军的一个司令员的职位。 在此之前,许光达率兵守卫山西,山西地区战事结束后,他一刻不停率兵,直奔写放大西北的战线,最后获得成功。 第三便是素有第一上将之称的萧克了。 萧克虽然只是上将军衔,但他一生的功绩,可并不比大将军衔的许光达少。 虽然他只被授予上将军衔,但许光达曾多次向中央发出请求,希望收回自己的大将军衔,授予萧克,除了许光达之外,还有许多人都为萧克的上将军衔表示不满,虽无果,但是萧克也因此被尊为上将军之首。 第四位备授予上将军衔的是王振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,王国的王振便接受中央调遣,到祖国新疆进行经济建设工作。 在王振的领导下,新疆建设兵团成立,极大的促进了现代新疆的全方位发展。 第五位是获得上将军衔的周世帝,周世帝的新中国成立之前,曾多次参与国军对抗日军的战斗,击退攻打山西的日军,后来有在西北战场上获得多次战斗的胜利。 第六位是上将军张宗迅,张宗迅在担任358旅旅长和野战军副司令等职务时,与其他领导干部统筹兼固,为西北地区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。 第七位是上将军甘四旗,有人说,和甘四旗搭档会让人很轻松,因为他会把所有会勤保障工作做好,曾辅助彭德怀参与国内解放战争,包括百团大战等。 第八位是上将军陈伯军,陈伯军不但是优秀的作战指挥家,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教育者,他曾用自己所学,为抗大学生详细讲述作战技巧,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。 第九位是上将军彭绍辉和陈伯军一样,彭绍辉曾担任抗大校长,而且多次参与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战役。 第十位是上将军贺炳延,贺炳延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勇武,他曾参加百团大战,一手在湖北建立根据地,为地区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 他们同属二十师,也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,才促进了新中国的建立,打造了一个真正的虎狼之师。